欢迎各位来到咖啡自足球 专制各种不复的航海体育长 今天迎来了武汉三镇挑战 在赛前目前积分榜上 一个是排在第三 一个排在榜首 马尔康依然是中超赛场上 炙手可热的这个前锋风霸 赛前双方都比较友好 但是比赛进行至终 未必会是如此 比赛刚开始 派威森分球给到边路 右侧起球 找到了封线上的马尔康 一个俯身的头胸轰炸 这个球门将石晓天表现非常出色 将去扑出比线 非常有规矩 而是比赛刚开始 一分钟多一点点而已 石晓天说 马尔康你想干啥 紧接着又是 换三只雷尸进攻球尾 外围的远射 没有能够打在轮番范围一里 戴威森来到进区内 这次有倒地 似乎在对抗当中 是有一个小小的勾角动作 马尔康轻松的将球拔进 这也是他目前在本赛季的 第十三个中超进球 马尔康先高一名九六 他的头球当然有危险 但是他脚底下的技术 也一点都不操 马尔康三阵上半时比赛继续进攻 在开场的前面二十多钟时间里 大部分时间的进攻都是涨着在 马尔康三阵的脚下 这次是戴维森完成的一期外围远射 逼迫门将石晓天做出了一个精彩的副救 进攻球机会 这是下半时比赛 一边再战之后 情况似乎是发生了改变 马尔康轻松 非常漂亮的分球来自于黄紫昌 进区内 帕尔曼将打门 但是皮球晚弹之后 门将扑出来以后在中间呢 运气不够好 没有能够弹到红色球衣队人脚下 要不然的话 这个球将会极有可能实现第一个进球 第一个河南队一道进球 又是发尔曼将 在进区内 胸目停完之后 连接动作做得非常好 一球是打高了 帕尔康软家是因为有伤在身 将比赛虽然进入人单 但没有能够获得出场的机会 主持机会 比赛第八十分钟 左脚推射 来自于十二号 张晓斌的进球 让比赛彻底失去了悬念 这个次推了一个十分角 张晓斌 其实在此前啊 就是 有一次财犯的叹拔 我认为是稍微轻了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 否则这场比赛是一个红牌发生的可能 斯坦秋这一个望向张晓斌的眼神 仿佛在说 接下来看 哥也来一个 比赛的继90分钟 斯坦秋 又是那个 拿这一球当点球体的男子 这球其实已经是近了 知晓天是在门内将球绕出来 比分在最后这个变成了0比3 0比3的比分 让万三阵拿到了一场大胜 也让万三阵在积分榜上 继续领先身后的泰山 四分 4分 5分 4分 6分 4分 4分 猜辑 4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